粥加糖 對 粥加糖 糖就是你煮粥 然後糖會有這種 糖 或者是 反正就是加糖 我問過很多人 很多人都說他沒有吃過 沒關係 等一下我先 我先 因為粥粥要一點時間 我先把粥煮下去再跟各位 聊 說 好 就是 就是 我煮法也不是很正確 反正就是粥會鎖就好 有的人 喜歡吃粥是吃那種很水的 有的人喜歡吃很隔 我也不知道你們喜歡吃哪一種 我喜歡吃比較水的 我喜歡吃比較水的 有 有 三碗 一碗飯很像可以數兩碗粥 做了 然後呢 煮 煮 就這樣 然後呢 把它下到 鍋子 是要等水滾還是 不用滾就放下去 我也不知道 好 反正這樣子 到最後結果是ok的就好 好 用水滾 然後我要跟各位介紹 我最愛吃的東西 這叫做 一種 特製紅燒賣 這種 超好吃的 我等一下 開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 大帽 土豆麵筋 可是這個不是我的最愛 這不是我最愛 我的最愛是 我的最愛是 一種叫做 一種 一樣這種罐子 然後可是它的那個 就是 它有一種叫做 它上面有 它是 粉紅色的罐子嗎 還是什麼罐子 然後有一個 小孩 然後 前面有一個 大碗 前面的 它是寫 土豆麵筋嗎 對 它是有一個 一個小朋友 然後在前面有一個碗 然後 那碗放很尖 然後 遠遠的圖案 然後 應該有的人 吃看過的人會知道 但是 應該是 我在 愛買沒有買到 就這個 我就吃這個 其實 味道很像也一樣 但我滿不知道 放進去喝酒 我看看這個 這個紅色要賣呢 也是我愛吃的 之一 很多人吃粥 一定要 一個東西 這個 絕配的東西 叫做 肉鬆 我有肉鬆 剩下 一點點 這個肉鬆 可以吃好幾碗飯 有一點點點 沒關係 它只是做吃飯而已 剛講的 那個 粥 加 糖 黑糖也是一個 很好吃的地方 很好吃的東西 好 等一下等 粥好了 很多人會問我說 怎麼可能這樣吃 上次是很噁心 我說 不會啊 從小就這樣吃 然後 後來 因為我從小看我媽媽這樣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吃 我就問我媽 我說 欸欸欸 你娘知道要怎麼吃 她說 不知道啊 我就看 看你阿嬤都這樣吃 所以我就這樣吃 對啊 然後有一次我阿嬤來我家 我就問我阿嬤說 阿嬤你 你不是可以用一種 煮一種 我媽媽都說 我媽媽都說 你都吃那 糖 家 做家的糖是你自己割的 啊我是說 你怎麼可以吃那 我是忘記我阿嬤講的話了嗎 我阿嬤好像是說 自然而然就會了 我不知道 可能小時候他們 的生活 老人的生活 我都比較苦吧 然後有一個粥 一定是吃粥 很早吃飯 然後 有什麼加什麼 然後 加上小朋友 可能比較 彈丁吧 然後就可以 就加粥 然後就這樣子吃 我不知道我阿嬤以前 是不是也是有人 也是 也是我阿嬤看別人這樣做 她才會的 反正我只看到我阿嬤而已 我阿嬤也不在 我不能問她 不然下次我再問我阿嬤看看 是 是不是我阿嬤也這樣吃 她才這樣子吃的 好啦 反正就是流傳下來了 但是我們去 那個 一些那種餃子館 它有那種小米粥 它也是有附 也是有附糖啊 對不對 但是外面很像就很 但是我問人家有沒有這樣吃 很像很少人這樣子吃 阿嬤 好 等你再看看 那你 等它滾 現在已經有一點點 比較 快滾了 阿但是我喜歡吃爛一點的 軟軟軟 水水的 等一下 先等一下 欸有沒有人不會 有沒有人不會 有沒有人不會煮粥喔 應該是會喔 好 看我這樣子像 不錯 好 阿嬤 等它 等它再 爛一點點 它關了小火 小火關一下 然後現在先把碗拿去 拿去 廚 拿去客廳 放 吃飯的地方 欸對 它一種東西叫做 吃之後還要配一種東西叫做 我剛講 肉鬆 一定要 然後 欸 肉鬆是一定要 那它有什麼東西可以要可以不要 但是 是好吃的東西 就是 豆腐爐 但是豆腐爐它有很多種口味 它有 鹹的阿 甜的阿 但是我比較 我比較喜歡 甜的阿 但是 這個是鹹的 也ok 但是 這東西要注意喔 就是 阿靠鴨 一款沒有阿 阿靠 這款裡面沒有 豆葫蘆阿 剩 剩那個 剩這個 放好沒關係 冰箱還有另外一罐 算了 反正 今天菜夠多了 我加 還有一種東西叫做 叫做 叫做 這叫做米梯嗎 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紅紅的 它有一條一條的 跟 這種 就是圓圓的一片一片的 阿這叫什麼名字 我 我搞不清楚 但是這個 也很好吃 它是 甜的味道阿 對不對 弄點 我要吃個量 然後 剩下把它放到冰箱裡